Hello 大家好 很感謝大家今天又來看我的影片 最重要是你們的獨松 今天我突然一睡醒 我就覺得有什麼好分享 Good idea 我們可以說下身衣物 一些我最常用 最不可缺少 最好搭配 還有可以穿很久很久的下身衣物 我們已經決定了這個頻道 主要是分享化妝版 所以我長期都需要有預算 花錢在化妝品的新衣服製作contact 我就要變得更加適減 所以我希望這次的分享 會盡量幫大家避免走一些冤枉路 這條褲我每次穿的新衣度都是非常高的 我想大家都有試過穿Lululemon的瑜伽褲 它有多舒服 我想都不用我講 它的剪裁各方面 都很展示到女生的線條 我穿了他們的褲很多年 不是說笑 好像是18、22的時候 然後覺得 哇 我人生第一條Lululemon的褲 好像很亂 但其實我全部的瑜伽褲 差不多都是Lululemon 這裡全部都是這麼多年草落 穿了這麼多年都沒有 當然啦 這麼貴 但他們的褲真的很耐穿 真的每個女生都可以考慮入手的一條 喇叭瑜伽褲 我們一起看看喇叭褲是如何修飾腳形 每一個人的膝蓋膝蓋的部位都是最優秀的 這條褲就會在你最優的位置慢慢收緊 剪到你的優勢 無論你的腳瓜套或小腿的粗幼 它就會慢慢散開 什麼身形的女生都會穿得這條褲很漂亮 當你修飾腳形的時候 整個人的體態都會看起來好一點 因為我自己為例 我的頭很大 我的肩膀很窄 人家看過我的全身就很容易出現了倒三角的形態 好像有痕走的蘿蔔 下半身加重量 整個人的看起來都會平均一點 你的形狀也比較漂亮 唯一我可以挑剔的就是 腰這個位置很長 我簡直是可以拉到上來的 還是因為我的身體很短呢 我也不知道 無論你穿一些運動的休閒上身 就這樣一件T-shirt 這條褲都可以幫你完成整個造型 接下來這條褲是optional 因為它的價錢都挺貴的 我買的時候我心裡是萬分的 不捨得 我看東西是看長線的 我實在可視到太多的長盒 有機會狂穿這條褲 這條褲是來自美國紐約的新穎品牌 叫做KATE 它們出的衣服都是比較簡約和優閒的 重點是每件單品都是非常豐富的 很多Blogger和明星都超級喜歡這個牌子 我真的很想隔著螢幕都給大家摸一下這條褲的質地 它是很厚身和布有一定的硬度 所以穿出來是很挺 可以包住你腳上每一吋的脊肉 而且它的腳尾做了一個開叉 穿上去更加令整件事的視覺效果 拉長了你的腳好幾倍 再加上高跟鞋 你就可以做到一個易天長腿 我已經買了差不多兩年了 它應該是KATE這個牌子的王牌產品之一 長期上架 你只需要一條 它已經成為了你最強的後盾 不知道我在看的朋友們 你們的年齡層是多少呢? 其實我也有興趣知道 如果你是跟我差不多年紀 差不多30歲 你還會不會有興趣穿短裙子? 真的很容易就不小心被社會的框架圈著自己 Brandy & Melville 我選了兩種顏色 這條是一條很普通 完全沒有設計的一條短牛仔裙 第一是它的長度 它是包到屁股的 穿低身都OK 但當然你怕的就做好安全措施了 其實我都是這一兩年才醒覺 為什麼我以前穿的裙子不長不短 顯露我個人很矮 而且我喜歡它的腰位 它很跟貼潮流 加入了Y2K的低腰元素 穿完也有一種年輕活力的感覺 我喜歡搭配白襪子的波鞋 上身又喜歡穿什麼就穿什麼 真的很不錯 我也很想把這份青春分享給大家 又開始天黑了 希望這些顏色不會是你的壞 因為我們現在才說到重點 我們今集怎麼可以不說牛仔褲呢? 我跟牛仔褲有一個很複雜的關係 其實相當矮是比較難買褲 版型好看的牛仔褲是偏長的 你一定預料出去被人改才可以很適合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Diesel這個牌子 它們本身都是做牛仔褲起家 不知為何最近又重新掘起 不知為何心血來潮就去了Timesquare那間 跟那裏的售貨員熟了 所以它有什麼新款就會告訴我 這幾條Diesel牛仔褲 都是在半年前買下的 怎麼這麼漂亮的 它有型號 這個叫做19785 Pocket 有時候整個裏面想有些反差 上身穿貼身的東西 下身就寬闊一點 去平衡整個裏面 剛剛很多東西都可以用視覺上去解釋 但我不知道這個牛仔褲還有什麼原理 但它穿起來就是很好看的 而且你在Diesel買牛仔褲 它會幫你量度得很合身 如果本身牛仔褲的褲腳是有些設計 它改編完也會幫你製造一些皮膚 我覺得我自己的膚色是偏向穿上最原本的藍色 太淺也搞不定 太深也搞不定 因為我買了它們已經很開心了 所以我沒有更新它們現在的款式 但另外這一條 其實這條片是不是不斷要重贊的喇叭褲 那時候我試了黑色這一條 我就覺得哇 哇哇哇哇 Diesel牛仔褲的剪裁真的一流 鍛鍊好你的身形 然後很適合 穿一個就這樣白色的T-shirt 再加一條很收長的喇叭牛仔褲 很classic 這條牛仔喇叭褲我也有買藍色 因為它的版型實在太好看 很顯長 很明顯 而且褲腳長一點 你裡面穿一些有肘的東西 就會有一個幻象 Illusion 可能有一天如果我有兒子女 就看我媽媽年輕的照片 哇哇 媽媽很漂亮 你條牛仔褲 HIGHLY HIGHLY RECOMMEND 另外牛仔褲來說 MOTHER 也是一個挺好的品牌 他們的東西是比較適合鬼妹 除了這條型號 它是有些CROP 露了少少腳裸 我記得我之前也說不到這個 雞眼 低調少少少的 不會太潮 又要穿闊褲的朋友 這個型號真的太百搭了 無論你上身穿緊 鬆 或者你穿拖鞋 都是這麼好看 相信我它會是你衣櫃裡面 一條非常有用的牛仔褲 有闊 喇叭 收身直腳 有這三個 variety 我已經玩完了 如果我人貪心 我不用再添置任何牛仔褲 已經夠了 又是重複那句 總之我這麼矮 是很難找到一些適合我穿 和我穿得好看的 Sweatpants 有沒有試過Brandy Melville 那些Sweatpants 超長 超厚 穿得人真的很臭 我真的覺得自己很像龍珠 穿藥 而且我本身天生的腰 不是很幼小 如果它的褲頭位 那個橡筋很厚 就會顯露我更臭 Until recently Orsand iris 是不是這樣讀 他們最近伸出了一條Sweatpants I love them so much 我只買了深藍色 但我有少少少少 想買賣灰色 首先它的褲頭做得很貼身 它的繩子很繩目的 是可以藏在裡面的 當然它也有品牌Signature的設計 就是它有很多不同的Pocket 在褲上 真的要找到一條 收長不腫的Sweatpants 是很難的 所以我覺得這條真的做得很好 我經常都穿得這麼便宜 這麼多機會穿 Cost per wear 算是否會比較便宜 好啦 那今天的分享又差不多了 深入來朝想分享這些 我自己覺得蠻有用的東西 下面留言告訴我 下次想聽我分享些什麼 都穿很多的 多謝大家這次收看 我們很快見到你們了 Bye Bye 有了這些Statement piece 其實我的下身 就不是很小 怎樣經常更換 所以這些褲可以伴隨著我很多年 我只可以換上頭 就可以轉換不同的造型 多謝收看 謝謝 for watching